新入宫的妃子等着王上洞房 可王上却却找了一个查姆 被冷落的妃子气得不行 第二天就叫来查姆 说他勾引王上让自己丢尽了脸 接着就要给查姆点颜色 他哪会想到 这是查姆取代他位置的开始 还没等查姆受罚 终殿就来了 喝止住妃子 随后让查姆先出去 他怒斥原平心胸狭隘 怎能无端的惩罚一个吓人呢 原平狡辩说是查姆先勾引王上 终殿又怎会不知道 实际上是王上喜欢这个叫松渊的查姆 他让原平以此为戒 不要心存嫉妒 并要求原平每天拿着内训来背给他听 随即起身便走 原平也不是好惹的 立马叫来自己的哥哥洪国荣 洪国荣是王上的宠臣 他向哥哥哭诉 自己只是想问问昨晚的事 就被终殿羞辱 简直太不讲理了 洪国荣若有所思 表示会支持妹妹 这让原平更加嚣张 终殿让他背内训 他直接反驳说 这种没出嫁的小丫头都会的东西 为什么还要我背 你这是在羞辱我 中殿也十分气愤 将原平赶了出去 原平走出中殿的房门 故意晕倒 便被动为主动 王上的神母慧庆公夫人得知此事 训斥中殿对一个刚入宫的妃子太严厉了 失了座中殿该有的大度 中殿也只能懦懦的道歉 打掉了中殿的石头 原平要继续调理查姆松院 他给前来探望的慧庆公夫人说 自己想要换个求子的屏风 慧庆公也觉得该换了 说会给花院传话 让他们派画师来画 原平接着机会说 自己在花院有认识的画师 能否让自己安排此事 这种小事慧庆公当然应允 而原平说他认识的画师就是松院 松院进宫刚好碰到中殿 中殿质问原平 你是把我的画当耳旁风了 非要揪着松院不放 原平笑里藏刀的说 哪有的事都是慧庆公的安排 这气得中殿欲言又止 原平将松院带到自己宫中 让他就在宫里作画 松院说一般都是良好尺寸 回画院做 一旁的嬷嬷立马斥责松院 曾敢顶撞娘娘 松院只好安吩咐在宫里做 结果刚起了个头 惠平又来了 问他画的啥 松院说是莲花 惠平直接倒了一碗墨在上面 并说松院没把他放眼里 松院一脸懵 惠平说 莲花是长在污泥中 你画这种不干不净的东西 难道不是侮辱我 松院立马解释说 莲花出淤泥而不染 正表明其高洁的品性 惠平上来就是一巴掌 惠平还让嬷�将此事 报给惠平公夫人 可就在此事 他出现呕吐的症状 惠平公立马带着太医 来给原品整脉 太医拍马屁的说 虽然脉相很弱 还需一段十日后再整 但从娘娘的外在表现看 一定是怀了龙子 惠平公高兴不已 这可是王上的第一个孩子 他夸赞惠平立了大功 为了给惠平解闷 惠平公招来大臣们的夫人畅所欲言 所有人都对着惠平 急紧溜须拍马之能事 丝毫没把终点放在眼里 这让惠平更加骄纵 在终点走势 他故意站在阁楼上 对着其他夫人说 自己一定会为王室诞下子嗣 不完成这个职责 哪有脸见人呀 这明摆着欺负终点 可终点只能忍着 没过多久 惠平迎来了第二次战脉 这次他再也跳不起来了 好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